3月16号中共全国人大通过多项人事任命 亲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人事班底终于出台底定 外界分析相比10年前胡锦涛温家宝处处受制于江泽民派系 习近平和李克强现在所处的人事环境要有利的多 不过虽然如此面对日益严峻的执政危机 习近平李克强究竟能不能突破中共体制束缚和利益集团的阻碍 舆论普遍认为前景并不乐观 根据中共全国人大12届一次会议16号通过的决议 张高丽 刘延东 汪洋 马凯被任命为新一届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书记处书记杨金 国防部长常万全 原外交部长杨洁篪 公安部长郭申坤 国资委主任王勇当选国务委员 至此 中共十年一次的权力大换届基本完成 习近平 李克强的执政班底正式出台 我认为呢 比原来在江泽民时期和江泽民以后 影响下产生的那个班子会好一些 外界分析 根据排名 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将担任常务副总理 主管金融 前国务委员刘延东 主管科技 教育 汪洋主管工业及对外经贸 原国务院发改委主任马凯 则主管农业 林业等 德国之身中文网援引《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指出 大陆新总理李克强面临的经济挑战相当艰巨 而处事低调谨慎的李克强 如果要改善经济 必须先学会得罪人 如果李克强不想得罪人的话 是改善不了中国的状况的 因为中国呢 起码有这么一批人需要得罪 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些人 这些人呢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抱成团 第一次改革 刘英全指出 习近平 李克强等人也意识到中共面临的危机 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但他们会遇到两大阻力 一个是官员腐败 一个是江泽民血债派 继续坚持对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异议人士的迫害 因此 习近的改革很难收到大的成效 他们都不敢出动这个体制 不敢出动原来江民留下那个烂摊子的一些政界 只是在小的方面 在这个笼子里 在这个笼子里的一些方面 来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一些改革改变 他还要有这四个坚持 其他方面呢 可能会有些开放的动作 但是不要指望他会实行民签证 德国之声的报道还指出 独揽党占军大权的习近平将主导中国未来十年的走向 但在中共的体制结构之中 习近平的行动空间有限 新唐人记者刘慧采访报道